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14日 塞内加尔适应基内亚 周五晚上 2021非洲国家卑鄙组投两名球队将会上演小组第一争夺战 对阵双方分别为塞内加尔和基内亚 虽然双方分组赛都以一球小胜取得开门红 但从两队实力方面而言塞内加尔更具优势 金帐双方对垒不妨看好塞内加尔笑到最后 拥有伊迪沙 基尔 义文迪和卡列杜 高列巴尼等效力于大球会的球员 塞内加尔国家队阵容可谓星光异役 不幸的是 由于分组赛首场比赛前塞内加尔阵中多人新冠检测阳性 球队不得不以低配板阵容出战 面对金帕不韦的整场比赛 塞内加尔对对手球门造成多次威胁也无攻而返 俗话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凭借利物浦球星杀迪奥 文尼最后时刻绝杀 塞内加尔总算是没有辜负众望 顺利取得开门红 要知道塞内加尔目前处于FRF世界排名第20位 是非洲范围内最高排名的队伍 可见实力方面他们有着巨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本届非国杯冠军的热门球队 值得一提的是 塞内加尔目前正处于各项赛事12场不败之中 期间战绩为9胜3合 无论状态和实力都是金仗对手基内亚遥不可及的 是亦不妨看好塞内加尔喜赢分组赛两连胜 同位B组的基内亚与塞内加尔有着同样的命运 非国杯分组赛首轮前者已靠爱施拿在上半场为球对手开记录 最终基内亚一球小胜取得开门红 不过相比塞内加尔要对阵金巴布韦 他们面对马拉维的难度更小 毕竟实力方面马拉维更差 阵容方面 基内亚阵中同样拥有效力于欧洲大球会的球星 仅有效力于利物浦的拿比 基达和罗马中场阿玛杜 迪亚华拉等球员 影响力不如塞内加尔的几位球星 再者 FRFA世界排名上基内亚与塞内加尔之间差距极大 前者只在排行榜上位居第81位 同时也在非洲国家队排名第15位 而且在2021年开始他们的排名不升反降 从72位降到目前的81位 可想而知球队近年表现略为欠缝 另外 两队最近二次交手基内亚都未尝胜计 心理层面并不占优的他们此番确实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